可以说关了35片 川普可以说在Pelosi的压力只要大败 可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这第一次证明了 我们美国还是三权分立的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国会他本身还有这个力量 你川普不能够随便乱来 所以在下面两年 是不是川普还是随便乱来 很难说 他已经再三说了 他最大的头痛的事情是和中国的贸易 这个共和国的贸易纠纷绝对没有Pelosi 这个还难弄 所以他已经对于民主党的头很大 大家别忘了 这个月的月中 好像这个暂时的budget就已经过去了 要开始重新谈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政府会继续的开门 我们在外面有的现金 现在外面有现金 这个股票的情况到底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换 这要看你就行吧 你比如说他钢铁 你才二二三出来 最高的 他在飞不高的 对不对 那么你二一代的钢铁 他现在开始 我现在听说这个 中国呢 这个叫什么 中钢 就是中原钢铁 还是大量的输 法国钢铁输给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之间有莫运 一呢 中原钢铁 钢板 可能造出来是没有一个国家 除了这个税率的改变以外 很多它是体现在 我们的 和我们的AGI 调整收入的改变 我们来看 收入调整 调整 调整收入的时候 它的迁移 moving expense 就是外州 为了工作 一过来 这个它取消了 赡养费用alimony 从2019年开始 取消了 不过这个取消 对税收的影响呢 呃 应该是 增税的 就是增加财政收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离婚 我们不讲道德的观念啊 总是付赡养费是 富裕的一方 付给比较收入低的一方 对不对 那么原来的就税是说 我付税的人 比如说一年10万 我可以全部拿到减项 而且它减的不是 item deduction 走向前 它减的是直接在AGI 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一个 很多拿credit的一些收入的这个界线 那么当然拿到的人要同时报收入 合约带到法院制是没用的 因为法官看不懂 所以最好的话是找个律师 把合约写清楚 以后就会免得有什么问题 合约里头是一切都可以 谈的 有的人会想说 哦我这个合约我可不可以放在里面 你要谈 只要两方面 两边都同意的话 什么都可以放到合约里头的 好 好